据美联社报道,美国总统特朗普,20日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奥地利总理库尔茨。 报道画面显示,当库尔茨抵达白宫时,特朗普早到的就等在了门口迎接。 入座后,特朗普和库尔茨相互寒暖场。 特朗普称,各位,他库尔茨是位年轻的领导人,你是位年轻人,真是太好了。 库尔茨则感谢特朗普邀请其访问美国和白宫。 和美国相比,奥地利是个小国,但是个美丽的国家。 互质问候的开场白后,特朗普先向库尔茨伸出手去。 随后两人握了握手,细心的媒体注意到,与以往长时间用力握住对方的手不同的是,这次特朗普并没用力。 握手过程也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秒钟。 记者不禁问道,特朗普的握手杀去哪儿了? 要知道,特朗普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晤时,特朗普紧紧握住安倍的手不放,握手时间长达惊人的十九秒。 而安倍在松手后如是重负般的表情,当时也引发网友广泛热议。 美国政治网站甚至直言,两人握手像是在拔河,看上去这十九秒令安倍极为痛苦。 出生于1986年的塞巴斯蒂安·库尔茨,是奥地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理。 也是位名副其实的超级帅哥。 2017年,库尔茨凭借俊朗的外形和突出的个人风格,赢得了大批年轻人的选票。 然而也有许多人质疑他的能力,嫌他过于年轻,甚至嘲讽他是政府的超级实习生。 不过,库尔茨一次又一次的用实力证明了自己。 当奥地利面临大批难民涌入之时,政治敏锐的他依反常态,支援欧盟削减给难民的福利。 颁布一系列新法律,禁止境外团体对国内清真寺资助建设。 他带领的人民党团队,尽管逐渐变幼,却解决了更切实的问题。 不偏激不及幼,深受百姓爱戴。